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点看 今天跟大家讲两个话题 一个就是台湾一家著名的素食餐厅 出现了严重的食物中毒事件 为什么会叫做严重的食物中毒呢? 因为平时神早新闻有时候都会跟大家说 哎呦, 某某地方吃生蚝之后 有人又嗡又嗡 通常这些新闻都是放到后面二十几分钟三十分钟才说一句 凭什么就是说能够拍到半集呢? 因为现在的严重状况是说 最少有两个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另外还有最少两个人在危台当中 所以这个中毒的毒是相当之恶毒 而且这个毒又很过瘾 因为如果你说,哎呦, 我吃山蚝, 我吃鱼山的话 甚至乎我吃鸡铺鱼的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说 哎呦, 这些东西呢, 生食, 未煮熟, 你就这样拿来吃 当然有毒啦 那你也会有些东西去说的嘛, 是不是? 但是, 原来现在是跟你说 吃炒贵鸟都可以吃到命都没有 那大家都知道了 不管你炒贵鸟也好, 炒牛河也好 虽然我也不知道河粉和贵鸟有什么太大分别 但是, 总之这些都是用米所造成的一个产品的时候 那大家通常想起都会觉得 炒贵鸟也好, 炒河粉也好, 祸器少炒嘛, 是不是? 哇, 下油炒到这么有, 祸器还可以中毒啊? 是啊, 而且还好毒啊 那待会跟大家讲一讲这一宗新闻 叫做科普下一些食物安全啦 因为呢, 有时候是说我们华人的一些心态, 一些概念 是真的有机会令到我们在这里中招的啊 所以呢, 有些东西是懂得多一点, 保障一下自己也好啊 你猜不到可以炒贵鸟又没有下肉啊 没有下肉都可以食物中毒的吗? 是不是? 好了, 接着就去到第二个话题了 那, 立法会议员张宇仁 那他就作为饮食界的代表呢 就出来去说 哇, 垃圾征费啊 接着呢, 还有 未来四月的那个走数计划啊 接着呢, 食患署的执法过严呢 那, 诸如此类的东西呢 导致到呢, 饮食业就百上加根 那, 这样子呢, 这样子呢 想借着这个话题和大家说一下呢 其实啦, 要去令到垃圾征费呢 有可能是叫做暂缓啦 延期的话呢 其实张宇仁呢, 不应该说就这样说几句就算的 那, 我接下来就将会提一条招 是能够提供给, 不单止给张宇仁的 基本上呢 是所有的立法会议员都可以参考下 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去尽自己的一分力 在合情合理合法 而且可以赢得市民掌声呼声 当然也是政府应该乐意见到的情况之下呢 可以去提交一些的报告和数据 去令政府在垃圾征费这方面呢 三思而后行 甚至乎三思而押后 稍后呢, 和大家看一看啦 因为呢, 如果你看了我可能半年左右的时候呢 都会知道呢 我通常说完这些东西呢 几天或者十几天之后呢 就不知为什么总会变成了其他人的方案计划的 那我呢, 本质都是想为香港好的 那当然啦 有人采用完我的计划 想给几个水我绝对不抗拒 又或者贴我的名字出来都没问题的 那么最紧要呢, 说回正经事啦 为了香港好啦 因为我都表明过我的立场 我自己呢, 都不希望8月1号是见到有这个垃圾征费啊 那所以呢, 就叫做 班门弄斧献条桥出来啦 好了,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大家记得 留言, 订阅, 赞好, 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素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还有记得按下旁边的小钟仔 那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啦 那看了食物中毒事件先啦 那在台北市的远白顺义的保林茶室呢 这一间呢就是好出名的素食餐厅来的 即是大家想下啦, 吃素的啊, 没肉的啊, 是不是 你山豪又是肉啦 三文鱼又是肉啦 牛肉猪肉又是肉啦 是吧, 鸡肉又是肉啦 估不到素食餐厅, 还起毒上来, 连命都没有啊 爆发了疑似食物中毒案件 截至去到今日啦 已经有九个人不息 当中七个人就医 已经是两死两命危啊 对此, 医生就表示 致命的元凶是一只叫做米酵菌酸 只要一眉黑就已经可以置人于死地啊 同大家看看啦 在19号起, 陆陆续续有九个人 用餐之后身体不息就医 其中一个人就因为酸中毒 不到两天就即时死亡 大部分人都有食用这个保林茶室的炒果条 那我就查过了 炒果条在我们香港一个比较普遍 大家都认知的说法 就是炒贵雕 所以果条和贵雕是两样一样的东西 不过台湾人就叫做炒果条 我们就叫做炒贵雕 好了, 接着就看看 那个死者的长情 是来自新北市三重区 一个40岁的男子 在22号的中午 和朋友去到那里吃饭 两个人回到家之后 身体就出现了不息的状况 其中一名死者在三重医院就医 见好转后回到家再度不舒服 接着由救护车送到他们的北马医院急救 经过11小时抢救后 仍然是不自身亡的 台北的毒物科主任表示 如果是米类又或者是肉米类的产品 保存不当的话 就可能会滋身这一只叫做米酵菌酸 这一只菌就非常之厉害 曾经在内地 在印尼 在其他的什么莫三比克 都曾经是发生过中毒事件 在内地亦都一早已经有多宗的重大案例 毕竟就是说 即是13、14亿人的话 就算再稀少的事情 其实都会发生很正常的 例如在20年10月在黑龙江有一个酸汤子中毒 事件造成了食用的1加12口9人丧生 另外在23年7月在河南省 亦有两名女子 食用变质的凉皮 亦变成这一只菌中毒 导致一死一伤的惨奇 这是一种菌的特色就是 并由100度高温开水煮沸 高压蒸煮 都没办法破坏它的毒性 所以就算是炒到有祸气 热的煤气炉能开得真好 炒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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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 först 只要这种菌卻要登于 人类只要食用到这种菌 就会特别对肝脏和肾脏造成损伤 说起肾脏損伤 亦想起日本小林製药的红菊保健品 亦是伤害过神 总之,这个米酵酸菌的致死率是40-100% 相当高 而且最惨最差的是 目前尚未有治疗方式 他们最多做到的就是 令到你在过程中没有那么辛苦 很难达成一个治疗效果 另外,根据联合新闻网 一名不愿意开名的医师就说 这个东西相当毒 就算煮熟了也避免不了 还要是说,只要一尾黑就能自明 还有就说,原来这个东西雖然有个菌字 但并非细菌而是毒素 接着,就算你说将来想透过去验分辨等等的分泌物 都没办法验出结果 就这样听下去,这东西就像那些 无色无味无臭 之后发医都验不到的那些毒药 这就相当之夸张 在这里真的要提醒大家 要注意食物安全 因为我们普通人 只要不是大学学位读食物安全 其实我们的脑子里面的印象 常常会觉得食物中毒 通常都是海鲜保管得不好 肉类保管得不好 例如说 鱼第二天吃就会腥 就会臭 就会有菌 又或者肉类 没有放入冰箱 那些猪肉又会臭 又会滋生細菌 不能吃 因为任何的肉类 无论是猪鸡牛羊 还是鱼蝦蟹那些 其实都是含有丰富蛋白质的食物 極度之适合细菌和寄生虫去繁殖 很多时候我们的焦点和我们一般的常识 就放在这一类型食物上 还有就是肉类比植物贵贵 和任何的穀物 例如说 我一口水能够买到8公斤的米 但是一口水很难买到8公斤的猪鸡牛羊 还有食物中毒 食物变坏那些 肉类就比较容易能够分辨得到 例如表皮变臭 肉类的肉类 老远就已经闻到臭味 但是如果好像粟米 好像米这一类的话 有时候它们变坏了 没有那么容易刷割 还有现在是说炒贵雕 这些已经是制成了成品的物品 很多时候我们还会有第二个错觉 就是觉得所有的制成品 放多几个礼拜都不会变坏 其实这些都是人的一种错觉 当然有些成品是说 放几个礼拜甚至乎 放几个礼拜都不会变坏 因为它有防腐剂 结果很多人下意识 就觉得不会变坏 结果就想着用来煮 到最后 毒素来得更可怕 因为有时候 例如我去其他地方去买 一些预製式的面包 即是那些可能大大个 但是有些包裹里面包住 因为人家的包裹里面有防腐剂 然后里面填充的都不是空气 所以有些 例如面包 饼干蛋糕 可以放整个礼拜 才撕来吃都不会有事 结果有些人见到这种状况 就会觉得 我去楼下面面包店 买面包 面包隔了两三天 才想起放在这里 以为同样没有事 拿来吃的时候 结果就出事了 还有一件事 我们香港人 没有那么容易中招 但外国人 比较容易中招 因为香港很小 下个楼就已经吃到东西 下个楼 八街惠康总会有一家在附近 所以有很多人说 家里根本不需要团粮 没有的就在街上买 但是 对于一些外国的家庭来说 可能他们去一次超级市场 一天就买完 一个月的食粮 到其时买了 就容易变坏了 容易变坏 然后他们又会觉得 哎呀 我们这里荒山野岭 附近又不是说有食物 照旧拿来煮 那就有机会出事 但是 为什么相对地 在外国就比较少这些新闻呢? 这个和外国的天气都有关的 因为 一些西方的国家 他们的天气 普遍就不像香港那样的 好像这几天 大家都知道香港有多热 有时候 合式的温度 亦都会加快了 一些细菌去释放毒素的速度 还有就是说 香港又湿又热 湿度高的话 更加就有利于 微生物的滋生 有时候 外国就气温没那么高 而且他们没有那么湿 天气比较干爽的话 亦都令到他们的食物变坏速度 没有那么快 所以 在香港地 如果一次过团了一个星期凉 如果再加上 又回南天 又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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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些长者 可能比较测潔的时候 就会觉得 那些米有少少问题 不要紧 煮熟了就没事了 现在大家就知道了 原来那些米坏起上来 那种毒素 就算你用电饭煲 如何去电它 如何去煲它 如何煲它都好 都是无补于事 总之大家就小心一点 真的想不到 吃个炒贵丢都搞成这样 可能这一条片出了之后 大家可能这一两个月 都不够胆吃干炒牛河 炒米粉 那些 希望这店铺自己小心一点 好了 接着就去到下一个话题 政府早前就建议提高食环柱 对于阻加的执法权力 并且提高导致重鼠滋身 妨碍移除物品等等的佛质 政府早前就进行公众咨询 各项的建议都有超过八成的支持 预料最快在第四季 就向立法会去提交修订的草案 好了 跟着自由党的饮食界立法会议员 张宇仁就表示 政府走数 即4月20几日的走数料 跟着垃圾征费 还有现在 食环柱那些又说去上条佛质 全部都会影响饮食界的 张宇仁就说 好心啦 要不要去到那么尽 现在饮食和零售 好像每个部门都打起来 接着他又说 他举了个例子 其实你们所说的左阶 我也见过 有时候一把扫把扫自己的街 员工去厕所 放下扫把还没回来 已经扣几分了 一把扫把你都可以说我们阻街的 这样 邪展宏就说 有留意市面的情况 总之都是回复了一些官方式的说话 那说一下食环柱那些去抓人阻街先 其实对于那些整个铺面伸出路面的 阻止别人走的 又或者叫做自己上货射货 逼迫行人走到那条马路那些 那这些当然要数 以前上水有很多 不过现在上水都少了水货客 甚至乎没有水货客 那叫做 还上水一个安宁 那对于那些经常阻街的大波市 就已经消失得无中的时候 那不知道 究竟食环内部 是不是有什么kpi 那搞到那些人要去 为了追数而追数 那搞到那些很少的东西都要去追住 那不过呢 你又不可以说食环错的 因为呢 你说放个数把在那里 那别人法例真的可以说 把数把就是阻街的东西 跟着就去罚你 那如果有时候 你说这个放宽 那个又放宽的话 那总会有些衰人 不断在挑战政府的底线 例如说 今天就放一把数把试一下 原来放了三天你不足的 试试放个小柜在那里 你又不足的 好了 接着呢 就试一下用来放下货先 那所以呢 有时候呢 究竟食环怎么去处理 例如就是说 当他们将香港九成的 九成的地方 已经清除得很干净 很少阻街的时候 那接下来的执法 会不会是说 再放松一点点呢 就是叫做 磕正执正完之后 再放松一点点 那等些呢 就是特别是小店铺 就有多少少少 诠息的空间 那不过 食环将来怎么执法 这些呢 我不是这么关注 我比较关注 也是一个会影响到我的垃圾 那现在很明显 大家看到了 就是张宇仁就代表 饮食业出来去说 虽然他就未明确 哎呀 反对垃圾经费 政府应该三思 那样 但是啦 你都可以想象到 所有做饮食业的人都想出来骂 因为 除了 那些人做事会做多了麻烦了 还有成本贵了 毫无移民又会加价 又或者自己的利润会少了 在现时这个情况 更加去推动香港人不想消费 你不要说饮食业了 我自己有朋友 做幼稚园的 昨天吃饭的时候 都聊起这个话题 他都说了 幼稚园的清洁姐姐都在抱怨 将来 周围地方都要用这些收费胶袋 甚至乎就是说 过往 有些幼稚园小朋友 会儿会赖这个不出奇 以前就是 他们找个胶袋 装完之后 再处理 但现在都变了做 不能够临时临急 就拿个就手的胶袋去搞 一定就要去拿这些收费胶袋去搞 有时候 你不能够说 这个胶袋用了? 不如先把垃圾放进去 特别是排泄物不能等的 变相就是说 工作量多就多了 最重要就是 整体支出都一定多 跟着 差强减免又少了 税务敷免又少了 所以 无论是哪个都好 未来的日子 都是要勒紧肚皮去过 大家现在看到 开始有议员出来说 不行不行 其实 张宇仁 他将来代表饮食业 去为业界发声 阻止垃圾征费 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都知道 有政党是为工人阶级发声的 其实他们都可以站出来说 我们自己内部都搞过无意实验 我们都试过去搞 我们属于内部的垃圾征费 最后都搞不定 搞到一头烟 如果张宇仁和其他议员 甚至乎其他香港不同的政党 有心想去说服政府取消垃圾征费的话 例如用张宇仁去做例子 他自己不知多少间酒楼的老板 又或者他都和很多酒楼老板相熟 在政府的先行先事的计划里面 其实就没有找食肆去进行这个先行先事 张宇仁可以透过自己的身份 去找酒楼去做实验 当然了 之后你会不会给钱人 他们自己谈 找可能十间八间的酒楼 从4月1号开始 和政府一样去搞垃圾征费 然后去收集数据 收集完报告之后 就交给政府 至于份报告 你会怎么去搜集数据 大家明白吧 另外就是说 你其他社福界立法会议员 又可以找几间愿意合作的幼稚园 再不是的 有些人可以找老人院 去做垃圾征费测试 收集一两个月的数据 就出来了 到时你有数据 然后可能份报告 哇好差 不行不行 垃圾征费搞到整间院 原来每个月要用多十几万的 哇有很多粒粒粒的地方 那你到时用了一两个月 收集完数字 收集完报告 就算不是官方推行的活动也好 你自己把你收集到那份报告交给政府 到时你就不需要说空口说白话 就说 哎呦不行的 我们成本增加了 所以我们取消 我们反对 特别是和政府说话 那政府也是说法治不是人治 那你要去反对一样东西 你也要有理据 你拿份报告 拔出来桌面那里 那就说了 喂不行的 这个就试过饮食业 那个试过老人院 这个试过幼稚园 那个试过私家医院 那个试过私家医院 那都是发现垃圾征费之后 情况大乱了 还要特意聘多两三个人去搞垃圾的东西 搞到每年成本开支多了二三十万 所以政府不要推行 到其时我们物价又会再上升 你有数据之后 你又有案例 然后再拍一两张照片 例如说 可能这些工人在那里 拿一下垃圾袋的时候 穿了 然后就搞到一团租 又要扫地又要成 总之呢 正常地去表达发生什么事 那你拿着一些东西 就可以和政府说 喂不行的 我们业界受不了 到其时 那政府便可以想多些 三思而后行 是不是 有些东西我不说到这么白了 大家不明白我说什么就说什么 然后我也发现了一件事很讽刺 为什么所有环保组织 他们经常都说我们支持政府 什么搞环保那些 但是为什么不见他们自行去搞了 他们办公室里面的垃圾征费 是不是 我也没有听过 就是说有任何环保组织 已经是率先以身作则 去搞垃圾征费 自己自发性去七仔去OK 去买那些膠袋来用 没有的 即是连他们自己都不自行去做这一件事 那你凭什么又要叫我们去做呢 是不是 他们明明这么支持政府的嘛 但是他们都要等到8月1日才肯垃圾征费 那样 其实真的很讽刺 是不是 还有就是说政府先行先试要计划 都不见点名所有环保组织 就说你们都要试完一份 没有的 是不是 好了 说完这些比较贴近我们生活的东西 说点点和政治有关的 即是一些政治思维上的东西 其实对于任何一个立法会议员来说 今次垃圾征费这件事上面 怎样可以做好些 可以去帮政府加分 可以去帮自己加分 还有真真正正获得市民的支持 因为完善了选举制度之后 我们知道坊间有很多负面声音 甚至乎可能有些同样都是 爱国爱港的人 他们都会有一种想法就是 立法会议员是橡皮图章 只是举手支持支持通过通过就算数 当然了 对于23条这些那么重要的 一定是支持支持通过通过的 甚至乎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也都去投票 这个是正常的 但是 去到今次这个 你能够预知到 在未来社会具有争议性话题的 或者是叫做政策推出来的时候 麻烦了 即是那些议员就要真的做实事 去为市民争取 例如说去反对一项政策 因为大家要知道 不是说你反对政府推行一项政策 就是说什么国安法23条捉你 是不是 议员其中一个存在的意义就是 要为政府去把关 为市民去把关 那么今次这一样东西 那你们就多些自发性去找一些自己能够谈到的组织机构 去试垃圾征费 那如果市员发现一团租的 那就如实去和政府反应 因为你说希望政府能够去押后这个垃圾征费 是不是真的这么简单 去透过他14个先行先市的计划 那万一那14栋楼那14个单位 他们真的做得很好的 那是不是代表了其他立法会议员 没有的了 一定要先支持垃圾征费 所以呢 再加上他们是代表不同行业的 那么个个的行业代表站出来说 那么越多代表越多界别 甚至乎基层有一批人 跟着饮食业有一批人 甚至乎幼稚园有一批人 诸如此类那些 什么快递业那些有一批人 出来去说的 那么做就较多的市民声音 那么令到我们的声音有效传给特首知道 那么将来呢 哎呦 政府看到这么多市民声音 又收集了其他民间的实验数据发现 咦似乎呢 隔天去走的话 香港还没得住 那么更加大的理由 就是这样说 值点说就是 你就有个落台街可以落台咯 你不是真的天真想着 去靠那十四栋大厦 就可以成为落台街咯 可能可以的 但是不够力咯 如果想要再落力一点 立法会议员就要出来去做事咯 是不是呢 还有就是说 令到市民觉得 立法会议员重视这一件事 还有透过民间实践 那我们就更加有代入感咯 是不是呢 所以呢 今次要去赚取口碑 还有呢 令到我们以后生活 不要那么麻烦呢 今次呢 就真的要看一下 立法会议员究竟他们的 动员能力 行动力 和决心有多大啊 因为如果你还是 比市民觉得 你只是坐在那里反对的 就不是说 去想一下 有些什么实际方法 去做实验的话 那是不行的 好了 那么今集节目呢 就来到这里了 那我们就待会再见 好 就这样吧 拜拜